在美丽的南浦西畔 有一座城 山沿了脉 水铸三江 古城入敏咽喉 东南索药 宛如一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福建最北端 明珠干三省交界 这里就是福建浦城 浦城地貌分为 八山半水分半田 有中国丹贵之乡 中国油茶之乡之美意 是中国南方林业重点县 森林覆盖率76.81% 千米以上山峰290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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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彦邦 浦城文化底定深厚 五代至清 浦城人登镜时172人 出过八个宰相 二十个尚书 二十一个侍郎 自古有上相民邦之美意 浦城是福建最早智县的五件之一 智县历史一千八百多年 有一万多年的人类活动史 五千年文明史 明代开国元勋张毅 刘伯温宋莲叶琛 曾在匡山隐居 称为匡山四贤 刘伯温还在此写下的 千古明天苦斋记 南朝诗人江烟 任浦城县令时 做过一个神奇的梦 留下了梦里生花的传奇 境内仙峡古道 是汉藏以来的兵家地中之地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条重要的路上运输县 马尔弄山商贷窑群和管救西州土敦牧群 先后被评回2005年度和2006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浦城是革命老区 远中央苏区县 萧敬光 方志明 宿玉 叶飞等 都在浦城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 浦城 地处武夷山脉和新霞山脉的焦跪处 昼夜温差纳 制造时间长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孕育了 古城大米 古城意米 古城灵芝 古城丹桂 等特色农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